那個我特地把你帶到一個沒有台積同仁的地方 為你一些真心話 一整天下來你覺得感覺如何 一言難盡 真的是 對啊 你這樣一窺這個 應該算是全球最頂尖的公司之一了 你覺得跟你想像的有落差嗎 多多少少以前是會想像一些 台積電裡面生活感覺是什麼樣子 雖然我們今天只有這樣體驗一天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想像說 對於一個真的畢業生然後剛進公司 他這一套訓練系統真的可以幫助你 進入職場的時候不會那麼慌亂 我覺得的確是可以 我體驗下來那種上課的細分 我是覺得大家應該啦 應該所有學院都是有被照顧的 老師 就是現在這個獨步全球 這個台灣驕傲的IC製造產業 就是對於未來的世界來講 這個是會越來越重要的對不對 其實 新聞媒體可能講的都比 我還要來得多啦 那你覺得比如說像觀眾 或者是我並不是產業裡面的人 或是也沒有相關背景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認知 因為未來的東西都會走向 需要 AI控制然後是高科技 所以變成晶片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對 這個概念基本上也很直觀啦 對 就是 我覺得至少就 你說台灣在等於是硬體產業上面的定位好了 單看產業而言的話我是覺得 無必太擔心一些 大家覺得可能需要擔心的事情 講詳細一點比較像是說 我們常常看到科技業的新聞 其實很多都是 牽扯到消費者端的 比方說現在 受歡迎很夯的那些 自動駕駛車啊 或者是可能 Facebook要搞一個什麼元宇宙啊 或者是現在有 Chain GPT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很偏消費者端 所以我是覺得 至少這個是 我們這裡的優勢 對 最後問你一提比較 比較感性的 就 感性的 假設啦 未來你真的就 進了產業做了相關的工作 新鮮人嘛 可能薪水 我說 五萬 這樣的話你願意 分多少給爸爸 分多少給爸爸 我還真沒想過 對 我沒有這樣想過 那個我們可以用邏輯推導嘛 就是說 你有實力住行的需求 大家都知道 園區的工作我是優渥 但是它不輕鬆的 它需要高投入 那高投入你就需要 有輸壓的管道嘛 所以就要有一些 娛樂的消費 這樣子我幫你算完 扣完之後 應該再跟爸爸拿三萬就OK了 是這樣子嗎 看一下 最後我還得到更多 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今天謝謝台季 因為我們實在不是 沒有背景知識的人 去上課 能夠得到的感受 跟你 一定是截然不同的 透過你的感覺 可能就可以呈現 給一些學弟妹 虧他一點點 做一個心理準備 更了解台季 也好 更了解這個產業也好 好 謝謝台季 好 謝謝